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名霸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支超便宜 規格也不錯,CP值很高 在各方面都能滿足大家的手機 就是大家都認識的MOTOROLA MOTO G51 5G 它只要6990就能支援 6.8吋的120Hz的大螢幕 也有5G 還有5000萬畫素超廣角三鏡頭 5000mAh的超長續航力 它的規格真的是相當優秀 好,那就讓我們一起開箱吧 Let's go 好,話不多說,我們就直接來開箱 在包裝盒裡面的配件如下 有透明保護殼 3.5耳機 傳輸線 10瓦的充電器 以及退卡針 還有我們這次的主角 MOTO G51 5G 那一打開 綠色保護殼就是裝在手機上面 那要特別稱讚一下這個保護殼 它除了側面全包覆之外 它背面是全透明 但是它的側邊是霧面 那整個收邊都滿圓潤的 那這個殼在外面買應該要690左右 好,接下來我們來直接看到主角 MOTO G51 5G 它的螢幕規格是6.8吋 24x1080的LCD 那有同價位罕見的120Hz的更新率 通常這價位最多就只有90Hz而已 那MOTO G51 5G 它的螢幕有120Hz的更新率 在刷網頁啦 玩遊戲啊 都會更流暢 那它可以制定螢幕更新率為自動 就是智慧切換 那從60到120Hz之間 然後自動去切換 那你看它的螢幕的左右邊框非常窄 那握起來的手感也還不錯 那我們再翻過來背面看一下 MOTO G51 5G 它的顏色叫做天際藍 我覺得這個顏色還蠻好看的 淡淡的很優雅 那背面有一個M的LOGO 那雙曲面的背蓋啊 握起來的手感很好 那它的外殼啊 雖然其實是塑料 可是它的塗裝讓我覺得很金屬 那它暗藍色的色調啊 有呈現英倫的風情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那從側面看到啊 因為塞了5000mAh的大電池 所以厚度有達到9.13mm 那它208的重量啊 我覺得控制的蠻好的 它不至於影響握感 或者握起來會手痠 它的右邊側面啊 有指紋辨識區 結合電源鍵 這個是實體按鍵 摸一下就可以指紋解鎖 是實體按鍵 那在上面這邊是 Google語音助理快捷鍵 還有音量鍵 那在左側則是三選二的卡槽 它支援MicroSD記憶卡的擴充 那它的指紋解鎖速度很快 你看這樣子 摸一下 不用一秒它就可以解鎖 那我這幾天用下來 我覺得它的螢幕顯示效果真的是蠻好的 顏色表現很精準 細緻飽和也不會色偏 那我這邊翻拍幾個畫面給大家看一看 那我們平常最常看的一定就是YouTube YouTube的最高解析度是1080p 那如果你是看Netflix的話 那它有支援L1的數位版權 那同樣也是最高1080p 不過它不支援HDR 那另外我在設定裡面還有看到 它有內建防閃爍的模式 也就是DC調光 在螢幕低亮度的時候 它就不會這樣閃爍傷眼 這個很重要 很多DJ手機其實是沒有DC調光的 這支有我覺得還不錯 那另外Model G51 5G 雖然它只有單喇叭 不過音量算是大聲 而且它在下面這邊 支援3.5耳機孔 以及支援杜比全景聲音效 那如果你插上耳機的話 就可以開啟杜比音效 效果我覺得還不錯 那另外它支援耳機 所以它也支援FM收音機 有收音機我就給推 我自己幾乎天天聽廣播 有時候騎車在外面 聽廣播就可以隨時掌握最新資訊 再來我們來看到它的操作介面 它幾乎就是安卓公版 那Model在這邊 它沒有特別去克制它的系統介面 好 再來我們翻過來看一下鏡頭 通常這個價位的手機 相機通常就只有堪用的水準 不過G515G它採用的是三鏡頭配置 分別是5000萬畫素的三星JN1主鏡頭 以及800萬畫素的超廣角 以及200萬畫素的微距三鏡頭 那基本上是覆蓋生活的全焦段 那在相機介面上 每一顆鏡頭都是獨立切換 那可以直接切換1倍 0.6倍超廣角以及微距 它沒有望遠鏡頭 那數位變焦的話 最遠可以達到8倍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我這幾天用Moto G515G 在生活實拍上的表現 那主鏡頭它採用的是三星JN1 它有5000萬畫素 在日間的拍攝我覺得表現很不錯 這個價位有這種表現 算是非常的優秀 你看我拍一些食物啦 然後街景啦 甚至是人像啦 我都覺得蠻好的 不過在夜拍的時候 會有一些噪點 那它支援的是夜間模式 我建議如果要夜拍的話 全程你都開啟夜間模式來拍 會比較好 那另外它也支援手動模式 那相機的模式啊 支援的項目很多 包含人像模式啊 採檢啊 流色啦 那有夜景模式啊 還有動態鏡頭 全景模式 團體自拍 還有超高解析度 及時濾鏡 真的是蠻多的 在錄影的部分 它支援最高是1080p 60fps 那我們也看一下它的錄影的表現 這麼便宜的手機啊 它的效能跟續航力如何呢 我們接下來測一下它的效能跟續航力 它採用的是高通S480 Plus的處理器 那記憶體容量是4G、128G 那我在查資料啦 看影片啊 玩一些遊戲啊 我覺得是蠻夠用的 那我們這邊用安兔兔讓PC Mark 3.0 然後3D Mark來測一下跑分 好 結果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是續航力的部分喔 我用PC Mark進行不斷電測試 螢幕設定100Hz得到13個小時 那如果是60Hz的話 則是14個小時 以連續使用來說啊 我覺得是足夠讓你用一整天的 更何況你應該不會連續使用14個小時 好 那充電的部分啊 它隨附的充電器是10W 不過實際使用家裡器 它65W的充電器來充啊 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2W 那我從20%到100% 總共花了1小時46分50秒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吧 這隻MOTO G51 5G啊 它的售價真的是非常親密 不但支援5G超高速網路 而且也支援雙卡雙待 也支援記憶卡 那也有超廣角三鏡頭 那也有夜景模式可以夜拍 也有內建NFC支付 那在螢幕的部分 也有120Hz的超高更新率 那螢幕也顯示很漂亮 那有5000mAh的大電池 那可以插耳機聽廣播 還有IP52生活防水 在外觀啊握感啊 我覺得都蠻好的 那空機只要6990 以規格售價來說 真的是非常實惠 當然它也不是沒有缺點 不然那些兩三萬的手機 是來貴什麼 比如說它沒有雙喇叭 它沒有望遠鏡頭 那記憶體只有4G 那充電最高只有支援到12W 這些會比較可惜 那Moto G51 5G啊 它最適合的對象 我覺得是像家庭主婦啦 學生族群啦 或者是爸爸媽媽 或者是外送員 或者是業務朋友的第二支手機 都蠻適合的 因為它續航力夠長 上網快 那螢幕漂亮 就很夠用 好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雲霸 如果大家對這支手機 有什麼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